Defender在臺灣現在依舊很夯 那能階度非常高 每個人看的都覺得 哇 又沒行 好像也是你自己夢想的一臺車 接下來前一段我們來看 這是改裝成敞篷版 對 沒錯 他這個呢 就是基本上就拿那個Defender的 這個短軸版 然後他就是把它直接改成敞篷 但這個其實不是土改 這是改裝公司 他改完之後呢 還有去送冊送認證的 你看他都有這個防滾籠 然後這個架在上面 而且他的棚還蠻配他的車色 但因為我們知道Defender 他其實以前老款 他本來就是有這個敞篷的車款 因為我們當然知道這個Lenovo裡面 譬如說第一臺這個Evoque 那個車子 電動的 我們那時候 結果出來之後 也不知道感覺好像就是銷量 沒有到那麼那麼的預期 所以他這個這個敞篷版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特定人士 他會非常非常喜歡 像如果買這個Defender 我覺得敞篷在越野的時候 那感覺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就特別的打造了這一臺 就是有送冊安全可以過關的 而且他的這個打造的費用呢 幾乎就是差不多Double價了 可以再買一台車子的價錢 然後你就可以享受這個敞篷的感覺 你自己會喜歡敞篷版嗎 你越野的時候會開篷嗎 如果越野 那個Evoque我們那時候試的時候 我有去打開來開一下 那個感覺很奇妙 好像灰頭土臉的嗎 沒有感覺就是過水的時候 水好像手可以去摸一下有沒有 好像那種輕功的那個感覺 其實蠻特別的啦 但是因為畢竟因為他大台 所以在有區 地球黃金線購車實際秀開張囉 很多女生倒車是靠直接的 痛 破解選擇障礙 選出最適合您的車 來貓趴 有有有有有 你把貓趴一下 拍後面對 等一下 等一下 拍著 對 很厲害 趕快截圖 加入荒謬大師沈月靈 變身貢車導師 鎖定地球黃金線官網YT 一起玩卡總統人 地球黃金線從電視螢幕 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這次數立像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我幫你找個勇氣 要選擇你也看不到它 台下友們 地球黃金線員邀您 一起上線